前面问题一样,已经解答了 这个问题是,在加念经念佛,是否可以打发气? 注意,必须要知道 发气的用意是什么? 用意是让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 阴身,阴调,动作,整齐化仪,装阴到场 那么打发气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那就有必要 如果一个人,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不是说有发气,打发气,佛菩萨就欢喜 不打发气,佛菩萨就不欢喜 佛菩萨还会生烦恼 我们这么想法就错了 所以这个发气是音乐的节奏 帮助庄严到点整齐化仪的意思 休闻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